今天我们来开一个舟转箱 我把之前小鱼缸里的红河根拿出来了 还有一些浮瓶 稍微用钢纹酸钾给它浇下毒 因为在小鱼缸里的时候抱了很多杂螺 我不想到了舟转箱里面还是一堆的杂螺 然后呢我把红河根种到桃罐里 这个桃罐呢之前就是我用来养花的一个小花盆 把桃罐清洗干净后放了一些桃粒 然后撒了一些鸡肥在里面 最后呢给它压实以后咱们就可以入箱了 这个箱的水我养了十天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然后我又放了几块大的青龙石进去 一会儿呢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里面呢还有小巴蓉 小巴蓉买来的时候不大 我也没怎么管它 它自己长得倒还挺好的 这个花叫红掌 我买后来有一年多了 一直不死不活的状态 也不开花就这样挺闹心的 所以我就把它种里面了 看看后面长得怎么样 会不会开花 先来给它清洗一下花根部的泥土 把根部清洗干净 免得乳香浓混了 你们看我多死些 用牙刷把根部一点点的都给它刷干净 然后呢也是要用高盆酸甲消消毒的 这个镜头我没有拍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这下你们知道我放两块青龙石要干什么了吧 把红掌垫高避免都买入水里 因为它是水培主物 我还放了点吊栏在里面增加色彩 不知道全部转入水下以后能不能成活 有知道的朋友 评论去留言分享一下哦 这个后期我再给大家更新 你们看大功告成了 简单吧 为了尽快建立箱子里的微生物消化系统 我特意放了两条闯钢的小鱼苗 给后面的大部队打打前阵 你们看在这里游的非常欢快 这个简单的开箱过程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 暴晒 让水体里的绿枣都出来 把水养绿给小鱼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 让即将入住的小鱼们能多吃一些绿枣 来增加它们的免疫抵抗力 同时也提供大量的含微生素的食物给它们 阳光下周转香也没有显得多难看吧伙伴们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我们会分享绿水养成后的小鱼乳缸维护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关注点赞哦 我们明晚再见了 拜拜